这两天很热门的话题就是被老鼠咬会得肺炎吗?会染上这一次的COVID-19吗? 那简单的答案的话我觉得是不会 就算会的话几率也很低 而且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大流行 全世界已经有这么多人染疫甚至是过世 如果有这种特殊的传染方式的话 应该这个案例早就会报告出来 但是并没有 所以呢我们会认为如果问题只是被老鼠咬会染上COVID-19啊 我是觉得是不会的 那到底这一次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它会发生在中研院就已经很让人觉得肺炎所思 那有人说它是这个医疗人员 不过在中研院里面可能应该是研究人员 不过也没关系 它一样是会接触到这一些这个病原体 而且它这一次的话应该是接触到染病的老鼠 那如果我刚跟大家说的 它染疫了 这当然检验出来的话阳性确诊 这个是事实 那但是重点是在于它是怎么被染疫的 因为它是近日来 这阵子来少见了本土的案例 而且目前认为它应该就是在实验室里面 不过当然应该也不应该啦 不确定要等他们的这个报告讲出来 我们才会知道 不过从我们这一两天的消息来看的话 回到我刚刚说的 它染疫了 就算真的有跟老鼠有关 那我相信也不是因为是被老鼠咬的关系 那到底什么关系呢 就是如果你会被老鼠咬 当然表示你跟老鼠有近距离的接触嘛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老鼠是染病的老鼠 那老鼠的话呢 它是不是有一些我们讲到口鼻分泌物 或者是它的飞沫 是不是有可能被你沾染到了 接下来的话 在怎么样的过程当中 直接会间接的就进到了这名研究员的体内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 它是不是被老鼠咬伤了 那咬伤了的话 是不是这个防护就有破了一个洞 那是不是有可能接下来的话 这个飞沫或者是染有这个病毒的这个口鼻分泌物 然后就怎么样从这个洞 也就是说这个人 他的安全防护是不是就出现了洞 就有了漏洞 那当然确切的状况的话 我们还要理清 不过这一段影片我是要跟大家说 大家不要害怕也不要紧张 这个基本上应该不是被老鼠咬伤所传染的 那它可能到底是什么途径 那可能就要找出来 因为如果有什么途径的话 那它可能就会是一个缺口 那这个我们就需要去特别的注意跟防毒 好那么以上是跟大家谈到 因为这一次的话 这两天大家突然对于这个被老鼠咬 然后呢会不会被老鼠咬而传染疾病 会不会被动物传染COVID-19 会不会被老鼠咬而传染了COVID-19 那我分成这几个层次 然后呢从我自己的这个眼界经验知识 跟看资料的角度来跟大家做一些这个诡纳 那也算是弥补 那两个找我去的通告我没有办法上 那但是呢我也有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把这个事情谈一谈 顺便也跟他谈一些有关于老鼠啊 疾病 疾病跟动物 还有这一次的这个冠状病毒 跟我们人的疾病 还有其他动物之间的关系 那以上就这样讲 希望大家还觉得有趣 也对大家能够有一点帮助 听到一点东西 学到一点东西咯 你可不说 谢谢 我 你 我